新冠团队有这个心要做 有这个心要拼 不要再召燃了 这么快的 车大嗓门要中央较快 新北市长侯友宜 防疫应变会谈到市民 微微哽咽 政府要真正的潜意 到三天以外 绝对不要再召燃 纯纯放下麦克风 侯友宜情绪起伏 比起前几次记者会 落差很大 但相较于侯友宜眼眶泛泪 和新北紧密相连的台北 市长又动赶火 你不讲我还不生气 你越想我就更生气了 你预算都已经编了 加起来三百四十亿 那请问疫苗在哪里 所以有时候是这样 中央政府对付新冠肺炎 如果能够像对付科文哲 这么用心的话 今天就局面不会搞成这个样子了 市长联手炮打中央 至于防疫措施 柯文哲面对稍稍趋缓 还是提醒民众切勿放松 就要一人中标全家筛检 虽说同岛一命齐心抗疫 但地方中央战且难 平行近期 3D新闻 陈寰报道